救護車趕往民宅 警方也已經抵達現場 救護人員搀扶著傷者 他已經通道快要沒辦法走路 一路遙遙晃晃很勉強 才上到救護車 上了救護車赶緊幫他止血 但老先生還滿臉的驚恐 實在沒想到 他的兒子會對他下手這麼重 事情發生的地點 就在住家的一樓 現場血跡斑斑 沙發 牆上 木棍都還沾滿了血 阿桑 你有要完療嗎 爸爸越說越心寒 他說兒子因為闖紅燈違規被開罰 只是唸了幾句 兒子竟然拉下家裡鐵門 拿扁蛋毆打父親 還把爸爸壓在地 揮拳重擊頭部 腳部 害得老人家一共縫了二四針 更誇張的是這個不孝子 過程中還嗆父親要給你死 直到遠景到場才罷首 直系寫親尊親署 所以我們就是依法上銬逮捕 帶回派出所偵訊 然後以傷害直系寫親尊親署的罪 來移送地檢署 不孝子簡直往私立打 父親無法原諒 申請保護令 堅持提告 真是傷透老人家的心 記者陳孟輝 彰化採訪報導